欧盟早在2020年的时候 就有建议成员国在建造5G网络的时候 关键的部分必须要排除高风险的厂商 像是中国的华为 不过在当时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禁令 那现在欧盟就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强制要求了呢 因为现在欧盟的内部就指出他们很担心 因为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 是明确的拒绝华为的 这些国家包含了像是丹麦 瑞典 还有这个波罗地海三国的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 他们是有明确的禁止华为 在参与5G的基础建设的时候 是不能够加入的 不过对于这样子的指控呢 华为这边就觉得很不公平了 他们就说都没有适当的评估 就排除特定的厂商 这真的是不公平的事情 同时他们也说 在网络安全评估方面 他们是反对把这件事情政治化的 好 这边是欧盟的担忧 还有华为的回应 而同一时间呢 英国也对中国的监控设备 现在也提高警觉咯 英国的内阁办公室呢 他们现在就很紧张 他们希望中央政府的部门 可以把一些装设在敏感地点的监视器 给移除 那这件事情呢 主要也是针对中国的两大厂商 好 当中一个是海康威视 那另外一个叫做大华 这个其实呢 是全球两大监控的主要的 这个设备的制造商 那英国这边是担心 如果用了这些公司的监视器的话 会不会北京就可以借此去 松集到英国的情报呢 所以他们现在呢 希望可以加速的移除 那么也会修改未来的采购规则 同时也会去成立一个新的调查部门 那么希望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 以上是我们为您整理的重点 更多的国际消息请持续锁定华视新闻 晚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雅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